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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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蓄很难对付 无论在内线环 是外线 他都打得非常高效 同时又能充分阅读我们的防守策略 我们被迫几次调整防守策略 那一亿 韩蓄十五头十中读取二十分五篮板二封盖 一战成名 而事实上整个小组赛 韩蓄场均七点八分六篮板一点五封盖 攻守两端撑起了中国女篮内线几两 十九岁的唐章秋泥依稀看见昔日正海峡的影子 面对八分落后日本险境 取利敏捕捉战继于第二节关键时刻派上杨立文 一记仅此班三分维系着胜利希望 第三节日本发起疯狂反扑 杨立文一次强突合一记三分住女篮 消灭日本女篮的反扑企业 全场十六分二助攻一抢断以骑兵之资助女篮中跨过日本晋级八强 而整个小组赛 杨立文场均八点三分 一点八篮法 二点八助攻 骑墙应求封令骑在方街赢得女版A小美冲 女版A小杨立文致辞回顾女篮中继身八强 全民皆兵基础上 邵婷的领袖能力 韩蓄和杨立文的脱颖而出 以一内衣万双席之资经验世界的同时 一世纪纪录上的绝对功臣 两人的未来值得期待